台北市议员殷小薇近日召开记者会 揭露了士林国中校园合作社贩售高热量食品的问题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殷小薇指出 她接获士林国中老师及家长的陈情 指校园合作社贩售炸鸡块 含糖饮料 披萨等食品 学生纷纷排队购买 每天花费高达170元 而学校更透过向好事多进货 每月净赚20万元 北市教育局已回应 表示将调查此事 并适时移送司法调查 北市教育局副局长邓敬全 在记者会上表示 根据教育部及教育局法规 国中小合作社贩售的饮食应当受到限制 禁止贩售茶类和糖类饮料 只能提供乳制品和100%果汁等饮品 而食品应当仅用于补充正餐不足 或矫正挑食等情况 她表示 将对士林国中进行稽查 如为改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殷小薇在记者会上展示了 士林国中学生书桌上的照片 显示桌上摆满了含糖饮料 学生不仅受到饮品的诱惑 还购买了炸鸡块 披萨 热狗等饰品 她质疑学校向好市多大量进货乍诈物 并以高价转售给学生 每周进货22包鸡块 每包469元 学校则以5个一包卖30元 含糖饮料则以一瓶15元贩售 校方每月净赚20万元 殷小薇还质疑合作社的账目可能存在虚报 此外 殷小薇指出 学校将合作社搬到一楼的家政教室 以便学生更方便消费 并指出教育局的稽查方式存在问题 因为学校只要接到通报 就能够隐藏违法行为 将违法食品加挂教室专区 以规避检查 殷小薇特别点名批评士林国中校长林凯琼 指责她6年来对学生健康不重视 将高油、高盐、高糖食品引进学校 强调校园应该提供健康饮食环境 殷小薇还批评北市教育局 对问题学校的处理不够严格 缺乏法则和实际行动 稽查30所学校 仅有6所合格 显示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对于外界的质疑 林凯琼回应称 校园合作社大部分贩售的是 符合规范的食品 并表示会进一步了解好事多进货的情况 她解释合作社搬到一楼是为了方便学生 并强调学校的营运回馈给学生 否认有中饱私囊的情况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